睁开眼 你出现 来到我身边 我知道 这是梦 不会心 《知梦岛》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任何回忆滤镜加持的新游戏 我对它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这绝对不是因为我身为游戏博主 我曾经在E3上面跪着排了4个小时的长队 感觉身体被掏空才拿到了这个林克小钥匙扣鱼 感觉不做过视频简直是亏大了 现在我通关了这个流程并不长的游戏 我可以拍着胸脯负责任地说 《知梦岛》不会让你失望 先说最明显的 《知梦岛》选择了这种类似黏土玩具的质感 加上画面四周一圈的虚化效果 很像一轴镜头排出来的 一个微缩的玩具世界 你说 要是所有20年前的2D游戏 都可以按照这个画风来重置一下的话 绝对 可以让40多岁众年微微发福的光头猛男 露出甜美的微笑 但就是这个一幻长情就吊针的事 确实是有点蛋疼 阿任啊 小任人 Switch Pro 什么是初鸭 《知梦岛》又叫做《林克的觉醒》 基本上就是一个关于林克努力 从《春梦》里面醒过来的故事 这个游戏里面并没有萨尔达公主出现 女主是一个叫做《马林》的村庄小姑娘 所以《知梦岛》又可以叫《春梦岛》 游戏的流程是经典的萨尔达传统 找道具 进地下城 找钥匙 开锁 打boss 然后循环 像这样把骨架单拎出来看好像get不到它的乐趣 因为传统的《赛尔达传输作品》的玩法 并没有很多其他游戏模仿 很难拿一个类似的游戏来类比 毕竟不像兄弟作品荒野之息 已经被抄的裤衩都不剩了 就算这样 我还是会尽力把《知梦岛》魅力安利给你 我靠 这是二三十年前的游戏吗 事实证明 塞尔达传说系列的传统地下城冒险玩法 竟然真的不会过时 每个地下城都像是迷宫一样山路十八弯 充满了谜题和拦路的小鬼 一个巨大的谜题盒 如果有什么能够类比《知梦岛》的地下城 我觉得可能是小时候玩过的孔明所 就是那种设计精巧 一开始可能会摸不着头脑 但是慢慢尝试就会探索出一环扣一环的内在逻辑 最后当你把地下城的里里外外每个房间 在脑海里形成一个立体的模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豁然开朗 比如这里 我的目标是用这个铁球砸倒这根柱子 但被两排石块挡住了去路 球和人都过不去 而来到正下方的这个房间 虽然有一道深坑横在中间 但是球可以扔到对面 然后回到柱子的房间 仔细看就会发现墙上面有裂痕 这就说明他正在强烈暗示我们 可以用炸弹 一路炸过去 没有了柱子的支撑 原本到不了的四楼就落到了三楼 我们就可以去收拾boss了 虽然林克不是为了拯救要被盖农毁灭的世界 只是一个稍微有点像番外的小小冒险 但是这个故事呢还是打动了我的 没有那些史诗的海拉尔城 三角力量和塞尔达公主 但知梦岛没有用到太多的对话 就把小岛居民刻画的非常可爱 有个性 让人印象深刻 哎呦我天 憨憨 房体更浮身了 比如你在岛上各种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电话亭 接电话就可以听到过关的提示 但如果你走到村子里 你会发现原来一直给你打电话的 竟然是一个超级害羞的宅男老爷爷 在电话里面指点江山慷慨疆 但是一面接一就疯了 我本来想要把知梦岛比喻成一个乍看之下可能并不惊艳 但是非常耐看非常有气质的林家姑娘 但是我觉得我的好朋友莱莱的看法比较恰当 我觉得知梦岛就像是抠脚 你很难像其他人解释抠脚的快乐 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 抠脚的爽曾未变过 我梦幻醒 你看啊 天还亮 时间还有多 你听啊 风最终 你的歌 记忆在坠落 我 是不是你也舍不得走 如果 牵我的手 知道 啊 啊 海边 海边 的高边 为你唱首歌 请记得 我和你 一瞬间 好 在阅 海边 osed 还 海边 缘 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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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